第二题在25度膝下某烧杯内装有浓度为0.001大M的盐酸溶液100毫升 经倒出90毫升盐酸溶液后烧杯内剩余溶液的PH值为多少 那我们晓得取出倒出溶液的时候浓度不会改变 所以100毫升倒出90毫升剩下的10毫升 不论是90毫升还是10毫升 它的浓度都跟原来一样也就是0.001大M 也就是10的-3次方大M 根据这里所告诉我们的 等于10的-A的时候A就是PH值 所以它等于10的-3次大M就表示呢 PH值要等于3 所以第二题问我们说烧杯内剩余的容易的PH值为多少 我们答案呢要选的是C PH值等于3